也就是在那样的整个社会客观的环境的情况底下 再加上1980年代原住民的主体性运动 我们所远运起来 所以客观的环境跟我们原住民自己的主体性的觉醒 大家总是觉得自己应该要发生 这种主客观的条件都在 然后再加上因为经过30年 我们这些比较受完整教育的汉语教育的人 可以对我们的第二个语言有比较好的操作的技术 所以客观的工具也在 客观的环境也在 主观的意愿也在 所以这应该是有一个机会去找出一个让主体说话的机会 这个大概是几百年来少有的这个机会 所以也在那样的情况底下 有的人从事街头政治的运动 那我自己就比较把我的想法比较定位在 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新的文字工具 然后赶快去建立一个让透过这个工具去书写 然后有一个发表的平台 让这件事情能够成就 然后让那个原住民的主体想说的东西 透过这样一个有效的工具要达出来 就像以前我们可以用日语跟日本人讲话一样 所以那时候就办那个山海文化杂志 那时候主要就是 它是文学的 也可以是论述的 它这个论述是等于是在寻找原住民自己的方向 文学的就是你抒发你自己的经验跟你的情感 那我一直觉得这个工作 最初不完全只是为了要培养文学家 或者是要成就一个原住民文学 不只是这样 事实上总的来讲是要让这个主体说谎写字 介入台湾的书写世界 这个介入本身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把那个长期溃败的趋势 在我们能够介入书写的过程当中 把我们的位置 把我们的观点跟我们的感受能够呈现出来 它实在具有一些文化跟历史战略上的意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